记者林美雪台北报道 1952年生的安上秀 长期致力于创造并实践字体的设计 因为相信每一个字体本身的组成元素都蕴含着某种能量 成为韩国第一个从事字体设计的先锋 它的成就对于韩国社会影响巨大 涵盖层面包含书籍设计、编辑设计、字体设计、企业识别设计和海报设计 而在文字设计背后的美学与哲学意涵 则使安上秀从设计领域横跨艺术领域至今人为无可取代的当代艺术大师 学学文化创意基金会与韩国首尔市立美术馆 Soul Museum of Art合作举办安上秀 S活字 台湾首展内容堪称安上秀创作生涯的整体回顾 从1985年发表的安上秀字体到平面设计作品所延伸的独特且多样化的实践 也连接安上秀的设计理念 首尔市立美术馆策展人 也是此次安上秀台湾各展策展人全程表示 安上秀相信所有字体创作如同一本书 存在于生活的网络之中包含着大量的符号与讯息 接收讯息的过程宛如将生命注入到无生命个体 安上秀对于字体的思考及创作的灵感更接近于字母的本质 纯粹的模样 因为字母本身提供了超越其字面意义的讯息 虽不是很容易懂得展览 对于积极追求自我认同的台湾人而言 却是个值得探索的设计哲学 韩国有很长的历史依附在汉字上 直到500年前自创文字 成为韩国建立独特文化的关键 在视觉上文字是展现国家力量的方式 安上秀堪称韩国甚至亚洲最早有此意识的设计师 以多元文化建成的台湾 或许也可思考如何从同样依附在汉字上的历史 寻得文字的力量 找到自我认同 安上秀拆解文字符号 在展间拉开中 左、韩、右、文对照的道德经 展现不同文字产生的不同观点 记者林梅学社在安上秀的概念里 世界上最古老的罗马文字 A与最年轻的字母是韩字串成了人类文明的时间轴 记者林梅学社 报 高书报告书 报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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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回顾系列 1988 2000 曾经是相当前卫的设计双月刊 也启发当代设计与独立出版风潮 记者林梅学社 安上秀作于2017年的心流 Be Emerged 书法系列 是混叹了韩字符音的现代名画 记者林梅学社 以语言本是星星 含意义后坠落 2002 为名的影片是安上秀代表作品之一 一直含字 O 图样变幻 就像天空中的星星隐藏在宇宙 坠落的瞬间成为语言 而具有意义 人们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不断地修正语言的意义 以及本身的沟通系统语节 够各种图案与韩字不断重复 放专与分裂 就像寻找更坚定与认同感的过程 记者林梅学社 生命与和平图腾创作Life Peace Pattern 是安上秀在2004年受邀为生命和平运动所设计的标志 将将军着地球生命的人类 玉类 宙兽 飞鸟 树木 与天空中的太阳 月亮融为一体 表达万物同灰 生命才能延续 记者林梅学社